中共打壓言論自由越來越嚴 7月25號 又有北京維權人士全世新 被以所謂的尋刑滋事罪刑事拘留 積壓在海淀看守所 据他的好友推測 是因為這幾天 他轉發了多個香港元朗暴力事件的視頻 據維權網報導 全世新好友分析 這次全世新可能是因為推特言論而遭到拘捕 因為最近一兩個月 全世新並沒有太大的維權動作 而是正在做關愛流浪寵物狗的公益活動 北京維權人士何先生表示 全世新自去年秋天以來已被多次拘留 目前他的案子還沒有進一步消息 律師也沒有跟進跟會見 所以無法確定這次被抓的原因 全世新在推特上關注社會問題和維權事件 近期他關注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這幾天轉發了多個元朗暴力事件的視頻 而中共目前正全力封鎖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消息 之前已有多人轉發相關消息被抓 近期因社交媒體的言論而獲罪的大陸民眾越來越多 山西媒體人杜二偉在19號被太原警方強制傳喚 遭到24小時的拘禁和折磨 原因是他一個多月前在微信轉發一則批評官方的言論 涉及批評北京驅逐低端人口以及修憲等內容 新唐人記者熊斌 陳傑採訪報導